这条题目就讲到工场里面就有1100个人 男女都有的 那如果我们将全体男生和全体女生 那就分开两 group 全体男生他们用同样的时间做完多少 全体女生都一样做得到 非常好,对不对? 但是如果男生和女生的人数 调了之后,就是... 随便说一句吧 如果男生只有100个 那女生又加起来要有什么 那就是女生要有1000个,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倒调的意思也就是 如果我们有1000个男生 而女生只有100个的话 那就会发生下面的问题了 那当然这个在今题就不是答案了 不是我们用算术运算出来的结果 那然后呢 那就说女生需要36天才能做完的事情 男生需要25天就搞定了 那然后我们就要计算一下 这个工场里面男女一共有多少人 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我们的工程问题了 那既然这条题目呢 问到大家男女各自有多少人的话 那我们切呢 切的方向当然就不少得 就是切,隨便一个就可以了 那今次选择蓝 那就是说这个 男生一共有X 那么多人的 那我们拿这个来做起始点呢 然后就可以列表了 那之前说到啦 男生就切有X个 然后就可以列表了 那首先呢 我们既然现在一开始就已经熟悉了Efficiency这个Term 那我们可以单刀直较啦 那除了X之外呢 那当然还有女生的人数就是1100个 由于他们的合共是1100个 那首先先讲一下这个效率先啦 那如果一个男生 一个啊 记住 一个男生要完成他们需要做的东西呢 那就是要完成的工作啦 那他们需要做的东西呢 那我假设他需要Y日的话呢 那就是时间就是一个男生就变成Y了 那他们需要做的东西就是做这一件东西啦 那这个东西我们一开始搬都是切它做1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一个男生记住啊 由头到尾现在都在讲一个啊 那他的Efficiency就是1 over Y啦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数是怎样出来的 那所以呢 一个 记住啊 这个也是一个啊 那一个男生的Efficiency就是 就是一个男生的效率啦 就是1 over Y啦 那女生呢 同样我们可以切一个东西给他 那这个当然就是Z啦 那所以女生的Efficiency呢 就是1 over Z啦 那那 那然后呢 那既然讲完一个之后呢 就是时候讲回全体啦 由于 这个题目呢 整天都涉及到全体的 那全体男生啊 全体女生啊 就算对调了之后呢 都是讲着门 就是都是全体啦 即是他们固在一起这样一个单位 这样看的 那既然我们要涉及到他们全体的话 那就要将每一个男生的Efficiency 乘回他们的人数啦 那既然今次一开波呢 我们就切男生一共有X的话 那我们乘回这个就乘X啦 那我们乘回这个就乘X啦 那女生呢 就乘以 一千一百个 之前讲过啦 一千一百个 减X啦 那他们用了多少时间呢 就未知的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切一个 无厘头的数啦 Alpha 没关系的 然后呢 那 那我们 我们早就讲过 这条金科玉律就是 Efficiency 乘以这个时间呢 效率乘以这个时间 就会等于他们 由头到尾的工作量啦 那所以出来呢 我们就会变成 男生 那他 原本第一个Condition 这个是 第一个条件啦 我们知道 那对调完之后 就是有第二个条件的 这个一会儿再讲 先讲这个条件先啦 那男生 他的工作量呢 就是 前面乘以后面啦 也就是 1 over y 乘以 X 再乘以 这个Alpha 那 那女生呢 又是 成在一起啦 1 over z 乘以 1100 减X 然后再乘以Alpha 那就是这样啦 那 然后呢 这个Condition 就讲到 他们用相同的时间 完成相同的工作 那就是 两个一模一样啦 那我们就 有第一条式啦 嗯 非常好啦 第一条式就是这样 呼之欲出啦 那就是 1 over y 乘以X 那 再乘以Alpha 等于 1 over z 乘以 这个 1100 减X 再乘以Alpha 那然后呢 我们到了第二个Condition 也就是 他们对调了之后呢 那我们又看一看 会发生什么事啦 那这条呢 就是刚刚我们 是有的式啦 对不对 那写了出来啦 那我们发觉呢 这个Alpha 那在两边都有的 那我们可以 杀掉它啦 那就是他们用了 多久的时间呢 就不重要的 那我们 最终的目的 就是知道他们的工作量 一模一样啦 就是这么简单啦 那 到这个Condition了 这个Condition 就是他们 对调了 人数对调了之后啦 那 可以怎么做呢 一开始 首先 他们的Efficiency 一个男生 一个男生 和一个女生的Efficiency 是一模一样的 那他们这些 不会突然变的 那 而人数对调了之后 就很简单啦 也就是女生 一共有X 本来我们切男生 有X 对调了之后 也就是女生 一共有X 那么多个啦 那 而男生当然 就是 1100 减回女生的数目啦 那就是1100 减X 那 而经过多少时间呢 今次就specific了啦 那由于对调了 那么他们的Efficiency 就不同啦 要Perform 要做一个Task 的时间呢 都不同了 那今次就有数可巡啦 女生 需要36日的时间 做的东西呢 男生需要25日 搞定了啦 那这个就是时间的数字啦 那然后就将他们 成在一起呢 就是这么简单啦 剩下的东西 那所以 1 over y 乘以1100 减X 这个东西 再乘以25 下面呢 就是1 over z 乘以X 再乘以36 那就是这么简单啦 我们就会有 这里原本有的第一条色啦 那这一块东西 固定了呢 我们就会有两条色啦 那接着来 我们就拿这两条色 解了它就是啦 那画面见到呢 就是我们有 之前列过的那两条色啦 那那然后呢 记住啊 我们最终目的啊 就只需要 找这一个X出来的而已 那找到X 就已经代表 找完男女的数目了 这个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那但是呢 这一条题目 我们只有两条色而已 两条色 我们会有三个variable 而且 有很多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些Y呢 是Z 是什么啊 Z是什么啊 那我们不关心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尽可能 将这些Y和Z呢 就在这两条色里面 剔除了它的 那怎么剔法呢 那简单啦 将Y和Z 在一边 那将X的东西 在另外一边 就是这样做啦 那所以呢 我们做 进行这个运算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quantity 那将Z 踢过去左手边 就变成 Z Over Y 那将X 即是我们要关心的东西呢 就踢去右手边 就会等于 1100-X Over X 那下面呢 都是做同一样的处理 那我们就会有 Z OVER Y OVER 等于 那 将这些东西 全部放过去 就会等于 36 X OVER 25 乘以1100-X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然后呢 既然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分数 那这两个比例关系 那我们看到左手边由于一模一样的关系呢 那也就是imply 它右手边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和这个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两个呢 我们列式 将它等于之后呢 那便会有一条关于X的二次方程 那 那 那我们 看到有二次方程 那 未必会有两个解的 那 那 我们很容易会猜到呢 一个会是正解 一个会是负解 那二次方程 这些呢 就可以交给大家慢慢解了 那 那在这里就 不要刻意这样说了 那具体一点呢 也就是将这个 靠叉相乘 乘完之后 我们这个就会有 36X平方 那 就会等于25 再乘以这个 我写一次啦 36X平方 就会等于 25 乘以1100 减X 那就是整个东西的平方啦 那 然后简单点说呢 我们可以两边开方呢 就会有6X 等于5乘以1100 减X 那 很简单啦 X之后呢 就呼之欲出了 一下子就解到 X呢 最后呢 就会等于500的 那既然X等于50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Quantity呢 就是 1100 减X 那这个是 因为这个本身是男生的数目 这个就要计算是女生的数目 那1100减X 当然就会等于600 那就这么简单啦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写回这个答 由于都是应用题的关系 那写回答 男生呢 或者男的工人呢 有500个 那女生女的工人就有600个 那这条题呢 就做完了 那这条题呢